Hello 大家好 我是Stephanie 欢迎又回到我们每周三的书体瑜伽Mellow Flow 那这个礼拜呢我们来整合一下 这一个月我们学习的一些重点 然后呢重点提醒一下 这样子我们可以延续下个月的课程 所以呢如果你有个瑜伽垫 我们可以先准备起来 那跟往常一样我们保护膝盖的好朋友呢 就是一个毛巾或者是一个毯子 然后可以垫在我们的膝盖底下 随时保护我们的膝盖做一点缓冲 然后等你觉得差不多准备好的时候呢 我们一样来找到我们的坐姿 今天呢一样屁股肉左边右边往后掰 让我们下半身可以很稳当地坐在瑜伽垫上面 膝盖可以像我这样的盘腿 或者是你可以腿伸直 或者呢你比较喜欢 我们也可以屈膝这样先坐着 只要你觉得坐得稳当 然后可以顺利地呼吸的时候呢 这就是我们最舒服的位置 然后你当然也可以 如果有时候觉得坐在地板上 膝盖有点不舒服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毛毯毛巾卷成一个 任何你适合的高度的厚度的热狗卷 然后坐在我们的屁股底下 这样子是可以减轻我们膝盖的角度 然后不舒服的感觉 就可以稍微的舒缓一点点 所以呢当你找到你最最最舒服的坐姿以后 我们一样双眼轻轻地比起来 双手轻轻地摩擦我们的大腿 制造一点点的热量 然后呢感觉这一股热量从你的手掌心 传到你的手指头 手腕 然后上手臂 一点一点地传起 传开来 然后吸气鼻子近 吐气鼻子出 如果感觉已经很舒服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手慢慢地把它停下来 然后一只手叠到我们的胸口 哪一只都可以 另外一只叠到我们的肚子上 吸气 吐气 这样一方面是可以测量我们今天 呼吸的深度跟出发点是在哪里 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醒我们自己 肋骨拉链要拉起来 肋骨要收起来 然后肩膀往上挺 胸腔呢要轻轻地往里面收一点点就好 这样子呢我们坐的时候 上半身跟我们上礼拜有提到的站姿是一样的 只是现在我们是坐着 不用去管脚的用力的程度 所以呢一样吸气的时候鼻子近 吐气的时候呢 我们再继续用我们的Ujjayi Breath 帮我们的身体制造一点点热量 刚刚手掌摩扎大腿是外面的热量 Ujjayi Breath我们制造内部的热量 所以呢下一次吸气做准备 鼻子近 然后吐气的时候 喉咙稍微收 然后收的力量呢 把空气挤出来 然后是从鼻子把气吐掉 吸气鼻子近 感觉胸口跟胸口跟肚子呢 把我们的手掌往前面直直地推开来 然后吐气的时候慢慢地喉咙收鼻子吐 最后三次吸气鼻子近 轻轻地喉咙收吐气 非常好 最后两次吸气感觉头顶 然后身体四面八方 三百六十度无限地扩张开来 然后吐气的时候喉咙收 沉淀回来 鼻子轻轻地把气放开 非常好 最后一次 吸最大一口气 吸到顶的时候呢 感觉在吸那么半口气 然后吐气的时候 喉咙轻轻地收掉 非常好 然后下一次吸气的时候呢 我们双手就轻轻地把它放开来 右手的手指头找到我们身体的后面 那不用特别弯 身体特别旋转去找 我们在上半身不旋转的大前提之下 让手指头往右边后面 四十五度角度的方向去延伸 手指头轻轻地落地 然后吸气的时候 稍微做一下准备 吐气的时候 让我们的下巴找到我们的锁骨 轻轻地伸展开我们的后面的肩膀 今天我们一开始热身的时候 先强调我们肩颈的放松 然后下一次吸气的时候呢 我们轻轻地让下巴 找到右边的肩头 所以呢随着你的锁骨好像是火车轨道 一样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开过去 然后吐气的时候呢 当你下巴找到底的时候 把耳朵右耳往下转 换右耳对到你的右边的肩头 然后吸气鼻子划一大圈 往左边划下来 左耳到你的肩头之后呢 我们再把鼻子往下转 下巴找到肩膀 找到锁骨之后呢 轻轻地再把这一条 随着锁骨追回到我们的正中间 非常好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 这一次原路返回去 让我们下巴随着左边的锁骨延伸过去 那如果在任何一个地方你觉得很舒服 有伸展开来觉得很 以前很紧绷的地方的话 你非常欢迎可以就停在这里 像现在这一个角度呢 刚好是左边跟右边直指拉开的角度 或许你在这里觉得很舒服 那我们就多吸几口气 吸气 吐气 等你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们再把左耳转下来 对到我们左边的肩头 然后鼻子吸气一大口往右边划开来 好像彩虹的一大边半圈 再回到我们的右边右耳 找到我们右肩以后呢 轻轻地再把鼻子往下转 然后下巴随着锁骨 再一路一点一点地回到我们正中间来 非常好 然后下一次吸气的时候 我们让头抬起来回到正位 然后左手一样往后面人伸 在上半身不旋转的大前提之下 往后45度角的角度伸 伸到底的时候呢 我们就手指头轻轻地落下 然后吸气鼻子近 做准备 吐气的时候下巴找到锁骨 吸气的时候呢 下巴随着锁骨往左边开过去 然后到底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耳朵往下转 左耳找到左吸 吸气的时候鼻子划大半圈 半个彩虹划到右边来 那刚好现在刚好 左边右边是一个延伸的角度 所以如果很舒服的话 欢迎我们就在停在这里几个呼吸 吐气 等你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们再把鼻子轻轻地往下对 然后下巴找到你的肩头之后呢 我们再随着锁骨 往中间再划回来 非常好 最后一圈吸气的时候 锁骨当我们的火车轨道 下巴一点一点地开过去 越慢越好 因为每一个慢动作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更仔细地感觉观察到 我们肌肉僵硬的程度 然后呢 当做一个重要的资讯说 我们今天还有哪些地方 身体需要哪一些放松 然后当你的下巴 碰到你的右边的肩头 当然碰不到没有关系 像我现在也碰不到 碰不到是非常正常的 可是到那个方向之后呢 一样因为刚好是斜角的方向 我们可以多吸几口气 吸气的时候鼻子静 感觉哪里酸哪里紧 我们这一口气就往那里吹过去 吹气球的概念 然后吐气 放松沉淀 非常好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右耳轻轻地往下转 鼻子对着正前方 然后吸大口气 整个头往左边倒过来 左耳倒到我们的左边的肩头之后呢 吐气 把鼻子往下转 下巴找到你的锁骨 然后轻轻地在随着你的左边的锁骨 再划回到你的正中间 然后吸气的时候 头抬起来 轻轻地回到正位 然后吐气的时候放开 非常好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 我们双手往左边右边画大圈 画到 带到天空 然后手掌合十 手掌翻到天空上来 然后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觉得肩膀松起来的话 我们手就不一定要抬得这么高 我们手掌其实是可以往前面的 因为我们想要的这个空间 肩膀 肩头跟耳朵的空间 我们还是要把它拉出来 然后呢 提醒自己肩膀往后面 肩甲骨往后面夹 然后再往地板上滑下去 然后从这里呢 看你的手掌 可以再带到多高的程度 多高都可以 在我们肋骨不会莫名其妙 把它打开来 中间的拉链 还是要收起来的大前提底下呢 我们就吸气 然后吐气的时候 手指头放开来 手掌左边右边 往下面滑 手肘找我们的霹雳腰包 非常好 吸气的时候往天空化 再合起来 往上带 然后吐气的时候 手掌放开 手肘往外滑 带到我们的霹雳腰包 吸气往天空带 手指头 胶织 然后手掌往天空滑 然后吐气的时候放开 往后夹 非常好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 我们双手再往天空带 然后呢 这一次想象你左手右手 各抓了一个压力球 pressurable 然后呢 就是那种软软 有点弹性的那种海绵球 然后呢 我们抓在手里 然后想象 我们要一直把压力 就把它挤出来 然后用力地抓 抓我们的手掌 然后我们轻轻地倒数 15 14 越快越好 13 记得还要保持我们的呼吸 11 10 9 8 7 6 5 肋骨还是要拉起来 有时候不小心就会打开 最后 3 2 1 非常好 左边右边划开来 让我们的肩膀 手掌 还有手指头 全部可以放松 然后轻轻地稍微甩一下 然后呢 我们就来找到我们的 table top position 那table top的时候 我很喜欢就是把 一个毯子 或者是毛巾 垫在我们的膝盖底下 因为膝盖 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资产 然后平时就好好保护 好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比较 不用担心说 以后年纪大了 老了 会不会受伤 这样子 然后呢等你找到你的 瑜伽垫 毯子铺好以后呢 我们就找到我们的table top table top一样 我们轻轻地让上半身 顺时针旋转 然后逆时针旋转 你甚至可以动作大到 屁股往我们的脚跟坐下去 然后肩膀往 超过我们的手指指尖 任何的夸张越大越好 感觉就是我们要 把身体不舒服的地方 全部都把它给转开来 把它给揉开来 好像面团面筋 就是把它越揉越揉 一直这样揉一下 这样子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是轻轻地 画开来 没有对或错 你甚至可以想象 是在 我们现在身体是在一个 大的酒桶里面 所以呢我们就 往上 往右画 然后要把酒桶里面的 每一滴 好久 每一久都把它挖起来的感觉 所以呢顺时钟画 逆时钟画 这样子 没有对或错 就是一种各种角度的延伸 然后发挥你的创意 瑜伽其实 很多空间可以让大家 发挥自己 自己的创意 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 每一天需要的 生长跟动作都不太一样 所以呢 这也是一个跟自己身体 跟自己身体的需求 很好的一个对话 好 等你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们就轻轻地 让我们的肚子落地 我们上礼拜 有特别练习的 Ocelating Cobra 就是一直在 上半身移动的 眼镜蛇式 手指头找到 十点钟跟两点钟方向 然后 记得 臀部用力往地板上 推下去 然后呢 手指头也用力推吸气 身体像魔鬼沾一点一点地 把它撕开来 上半身 头顶最后起来 吐气的时候 从小腹再一点一点地 把上半身 黏回到我们的瑜伽垫上 非常好 吸气 推 带起来 然后吐气 一点一点地放开来 非常好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 推 带起来 然后吐气的时候 一点一点地黏回来 再收回来 最后两次吸气 臀部往地板上推 拉链还是把它拉起来 然后吐气的时候 再放回来 最后一次 非常好 臀部 手指头往地板上推 上半身一节一节地打开 中间拉链还是要收起来 这样才不会伤到 我们的下背 然后吐气的时候呢 再把它一点一点 上半身黏回到瑜伽垫上 非常好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 我们手掌放在我们肩膀底下 帮自己 屁股往后面推 找到我们的child's pose 那在这个child's pose的时候呢 我会希望大家可以把膝盖 往左边右边打开 让我们上半身在大腿中间 有一个很大的空位 可以往下面 上面找位置 然后呢 手指头往前 屁股往后坐 然后一前一后 这样伸展开我们的后背 吸气 吐气 如果你的平常的习惯是久坐 或是久站的话呢 child's pose是一个很 很有效可以释放 累积在我们下背压力的一个动作 再加上我们刚才的 Othelian Cobra的话呢 就是一个锻炼 然后释放的一个很棒的组合 所以上礼拜我们特别强调这一块 今天我们再复习一下 然后提醒我们说 如果任何动作 第一重点就是核心要用力 第二个后弯的动作呢 是我们屁股臀部往前推的这个感觉 所以刚刚推往地板上的这个动作 就是这样的概念 然后多练习的话 其实这些我们就可以把它 写到我们的肌肉记忆里面来 所以在日常生活里面就可以 不用特别去想 就可以做到 然后等你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们就轻轻地把上半身往前抬 然后呢慢慢地找到你的 Doneward Facing Dog 把屁股往天空推 那今天我们可以左脚右脚 好像在踩踏板一样 脚跟一边一边地把 我们上半身后面 跟我们下半身整条后面的线呢 把它伸展开来 那我们不会在这个 Doneward Facing Dog太久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呢 我们就视线轻轻地往前 然后吐气就开始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感觉我们手掌啊 还是粘在地板上 所以如果需要膝盖很弯的话 没有关系 我们就一步一步 只要我们手掌还是在地板上就好 这样子可以训练我们肩膀的稳定度 然后当你走到前面 手掌走到我们的 脚掌走到我们的手掌后面的时候呢 我们就吸气上半身直地轻轻地抬起来一半 感觉一个轻轻的L型 然后吐气的时候再把上半身放下来 非常好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呢 左手右手往左边右边大大的划开 然后肩膀慢慢地抬起来 然后双手往天空带 臀部轻轻地往前带一点点 然后吐气的时候双手合十 带回到你的胸口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 双手放开放在我们的大腿旁边 然后呢双眼轻轻地闭着 感觉身体很自然地 左边右边地在摇晃 但是因为我们上礼拜有提到 怎么站站稳的话呢 其实就算身体再怎么晃 我们的地肌打稳了 我们的臀部肩膀 是呈现正确的堆叠的角度的话呢 再怎么样我们都可以 把自己再拉回到正位来 所以呢就相信自己的平衡感 相信自己的肌肉强度 是可以帮助你 在站姿虽然有一点摇摆 不太稳定的时候呢 你还是可以找到 回到你属于自己的正位 所以吸气 大拇指跟小拇指 对它用力地往地板上推 然后吐气的时候 可以慢慢地把这一口气 用Ujjayi Breath把它放掉 非常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行我们的 在这个月有提到 有特别练习的一个 很轻松的Mellow Flow 让我们的心跳带起来一点点 然后让我们流一点汗 毕竟冬天要到了 在这种比较干冷的环境底下呢 流汗会比较不容易 所以呢我们就把汗出一点 这样子也可以 把我们血液循环再带回来 所以呢等你觉得差不多的时候 双眼轻轻地睁开 眼睛放在前面水平线的 再高一点点的位置 这样子可以提醒我们 皇冠要往天空带 然后呢等你觉得差不多的时候 吸气我们身体的重量 轻轻地往右脚脚掌带 然后吐气的时候 双手合湿把你左膝带到你的胸口 如果平衡感有点不太稳的话 我们当然是膝盖可以在地板上 可是平衡感OK的话 我们就把膝盖往天空带 然后下一次吐气的时候 我们双手跟左脚的脚掌都往前推 吸气的时候再全部带回来 然后脚跟左脚脚跟往后面踢踢踢踢踢 左脚大腿后面用力 然后呢慢慢地让你的左脚的脚跟落地 那如果地板上有瑜伽垫的话 有毯子的话或是毛巾的话 记得把它先拿开 不然踩到上面可能会滑掉 好 然后呢 或者呢 因为我们等一下也是要再回到我们的膝盖底下 所以呢可以把毯子往前面放一点点 这样子我们踩下去的时候 脚跟不会踩到毯子上滑掉 然后当你的左脚脚跟落地之后呢 我们就轻轻地让你的左膝落到瑜伽垫 或者是毯子上 然后在这里我们就轻轻地把手 堆在我们的右边的膝盖 然后呢 确定我们车头灯的位置是往前 跟我们的膝盖 跟右膝 跟右边的脚趾头 一样是同一个方向往前 然后慢慢地把右膝往前推 推开来 然后让我们的左边大腿 这一块可以延伸开来 那当然每个人能推开的深度不一样 那如果今天你的髋关节的活动度比较大的话 或许你的右脚的膝盖 就会超过你的脚踝 但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静态的伸展 所以没有关系 不用特别担心说 哦这样会不会伤到膝盖 因为我们没有在很激烈地一直运动运动 然后造成我们膝盖的压力 所以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主要是我们要把左边髋关节这一块 筋膜筋骨这边把它给伸展开来 有时候久坐的时候这边就会很紧 就会很不舒服 然后就会牵扯 一路牵扯到我们整个下背 好像都纠结在一起的感觉 很好 当你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左脚往中间 踢往后面踢 然后呢开始轻轻地 一样右脚往前带 右膝往前带 然后把我们左边 宽关节外面这一块 那么这个角度呢 慢慢地把它打开来 所以呢 轻轻吸气往前推 吐气的时候回到正位 最后两次吸气 吐气 非常好 然后下一次吸气的时候呢 我们把手肘 撑在我们的右手的 右脚的膝盖上面 然后吸气 左手往天空带 side angle 可是是modified的 有一点稍微调整的 然后左手的手指往天空带 然后再轻轻地 往前面倒下来 然后吐气 非常好 然后下一次吸气的时候呢 我们就顺势 左手往前 然后左吸 再往左边带开来之后呢 臀部往后推 右脚看可不可以翘起来 然后双手往后走 走到你的肩膀底下 找到我们的half splits 然后在half splits的时候呢 我们臀部可以轻轻地 左边右边 稍微戴一下 感觉一下这种感觉 那如果 手还没有碰到地板的话 没有问题 我们就撑在我们 挂住我们的车头灯 让记得 我们的核心还是要用力 所以中间这条拉链 还是要拉起来 然后一样 臀部左边右边 然后可以稍微感觉一下 这一个强度 然后把我们大腿后面这一块 把它延伸开来 有时候一样 久坐的时候 大腿后侧是很不舒服 因为是整个是收起来的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动作 就把它打开来 好 等你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们双手一样 往前走 右脚 再踏回到我们的瑜伽垫上面来 然后呢 左脚的脚跟踮起来 让我们的左膝 轻微地离地 然后 好像在滚滚轮一样 轻轻地 脚趾头往前往后推 帮我们最后的一点 制造一点动力 然后等你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们就左脚 一大步往前走 再走回到我们的瑜伽垫前面来 吸气 上半身起来一半 核心用力 上背用力 然后吐气 再慢慢地 让上半身垂降下来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呢 想象我们自己是向日葵 一点一点地 把我们的脊椎打开来 然后双手 左边右边画 往天空带 合十以后呢 我们臀部轻轻地往前面推 上半身往后躺 然后吐气的时候 全部再带回到我们的胸口 非常好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 双手放开来 做一个轻轻地准备 然后感觉我们身体的重量 往左脚带过去 因为我们刚刚右边做完 我们还有左边 然后下一次吸气的时候呢 双手合十 把我们的右膝带到胸口 一样 脚尖可以落地 如果平衡感还不太行的话 然后 可以的话呢 我们就把右膝带起来 吐气的时候 双手 右脚往前推 吸气的时候带回来 用右脚大腿后面的力量呢 让自己大腿往后伸 脚跟往后 然后慢慢慢慢地 右脚脚跟落地 右脚脚趾头落地 不是脚跟 然后轻轻地呢 我们把膝盖也轻轻地落地 一样 同样的概念 你右脚的脚趾头可以颠着 也可以放平 然后呢 确定我们车头灯 就是两块 这两块宽关节的方向呢 跟我们左膝 左脚 脚趾头 是同一个方向 往前的时候呢 就可以手搭在我们左膝上面 然后一点一点一点地把我们的左膝往前带 可是确保因为不会因为往前带 然后我们的左边的屁股跟膝盖就往前 然后好像膝盖就往里面倒了 如果这样的话就提醒自己 左边大腿要用力 然后再带回来 然后可以不用推得这么前面 没有问题的 那在这个low lunge的时候呢 一样我们的拉链还是要拉起来 因为还是有一点点往后弯的动作 所以呢 任何往后弯的动作 第一个就是臀部要用力 第二个就是核心要拉起来 这样子会保护我们下腰 才不会腰酸背痛 越来越酸越来越痛 然后一样 左边的膝盖是完全可以超过脚踝的 如果你的身体许可的话 那在上面也非常OK 我们主要就是要把左边 现在是右边 髋关节前面这一块的筋膜啊 然后肌肉 因为久坐或者是久站的时候 累积很多很多的压力 然后把它释放开来 最后一个重点是我们的 后面的脚跟 是不是往里面倒 或是往外面倒 提醒一下 如果我们的大拇指跟脚拇指 都要很用力 小拇指都要很用力地往地板上推 让我们的脚跟是往天空上的 所以整个臀部 我们一路从前面的脚指头 到后面的脚指头 都是squared 都是很正的 好 最后几次 呼吸吸气 吐气 非常好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 左膝轻轻地放开 然后让你的右脚往后面踢 往中间踢过来 然后呢 一样 左膝往前往后 慢慢用这个很轻微的动作呢 把我们右边 宽关节外侧这一管的活动度 再让它找回来 所以一样 找到你属于你自己的动作 属于你自己的深度 然后我们就慢慢地探索 一点一点地打开 非常好 这些动作 平常在家里就可以自己练习 因为 其实是很轻松 很简单的 然后不需要任何器具的动作 可是可以确保我们关节的活动度 那 越多练习 就会越成习惯 这样子就不用一直提醒自己说 诶 哪里要用力 要用哪里 在移动我们的身体 然后等你觉得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回到正位 让你的左手手肘卡在我们的左膝上面 然后右手往天空画 感觉手指头往天空上 好像天花板上有一个什么东西 你要去碰它 然后觉得伸到底的时候呢 我们再轻轻地往左边带过来 尽量地让我们 右手的手指头跟我们右膝 呈现一个很直的 很长的弦 然后吸气 吐气 非常好 我们side angle modify的 这样子 不但可以让我们比较 不这么费力 也还是可以达到 训练我们提醒身体 肌肉该怎么用力的 一个效果 非常好 然后下一次吸气的时候 我们右手继续往前画画画 然后右脚的脚跟往后带 然后回到我们的low lunge 然后右脚的脚尖颠起来 把右膝轻轻地离地 然后往前往后 脚趾头推 好像下面有个滚轮 然后我们就是在把最后一点点的 用动力的感觉 把我们右腿前面 车头跟前面这一块肌肉 再把它打开来 然后呢 慢慢地累积这个动能之后呢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 我们就一大步 把右脚再踩回到我们瑜伽殿前面 吸气 上半身再轻轻地抬起来一半 吐气的时候 让上半身很轻松地 就是直接垂坠在我们的大腿前面 那尽量我们让大腿 来找到我们的肚子 然后让它们碰在一起 能碰在一起的话呢 我们再慢慢地 让尾椎往天空带开来 然后吐气的时候再吹这样 非常好 然后下一次吸气的时候呢 我们就左手右手呢 把它很安全地塞在我们的脚底下 让我们的脚趾头对到我们的手腕 然后呢 我们可以好像在踩踏板一样 左吸右吸弯 然后慢慢地释放我们大腿 后面的力量的紧缩的感觉 慢慢地一点一点 那如果你的身体允许的话呢 我们甚至可以手肘往外面打开来 找到更深的前弯 那如果在上半身这样子 然后反正只要强调的是 肚子要找到我们大腿 黏在一起 然后呢就一点一点地 增加我们的活动度 这样都很棒 好 非常好 然后呢 等你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手放开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 再提醒自己 拉链拉起来 上半身提起来一半 找到一个L形 然后吐气的时候 再慢慢地放回来 吸气 双手往外画大圈 然后头顶往天空带 手掌走到天空之后呢 肚子轻轻地往前推 屁股轻轻地往前推 然后吐气 双手合十带回到胸口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 再放到我们大腿的左边右边 然后回到你的Tadasana 我们站姿 然后再确定一下我们臀部的位置 肋骨有没有收起来 然后我们肩膀跟髋关节 跟我们整个髋骨 是不是堆叠在一起的 非常好 吸气 吐气 然后呢 再继续感觉身体很轻微地 左边右边的晃动 可是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有 做一次我们的Sequence 然后已经把我们的肌肉 热度也有了 然后强度也有了 所以更多能源可以把我们自己 再带回到我们最稳定的位置 所以呢 感觉 左边右边晃 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还要再走一次 同样的Sequence 可是这一次呢 我们会加快角度 那可是这一次呢 我们会加快脚步 可能就是搭配一个动作 一个呼吸 这样子呢 可以更有效地 把我们的热量再堆叠起来 然后最后呢 我们就会再进行很放松的伸展 所以呢 大家觉得差不多的时候 眼睛可以轻心地钻开 一样视线摆在我们水平线的 稍微高一点点 提醒我们自己 头顶往天 然后脚跟往下 跟我们大拇指跟小拇指 非常好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 让你的身体的重量 带到右脚的脚掌 然后左吸跟你的双手 何时带到你的胸口 吐气的时候 脚跟手掌都往前推 吸气的时候再带回来 脚跟轻心地往后踩 用大腿后面的力量 把自己的腿抬起来 然后慢慢地 左脚脚跟落地 然后左吸落地 双手往天空带 Low lunge 非常好 然后吐气的时候呢 左脚往后面踢 然后找到你的side angle 右手卡在大腿上 左手遮住你的左耳 然后轻轻地再往前倒 非常好 然后吸气的时候 完成这一圈 把你的左手手掌 带到地板上 然后呢 左脚的脚跟往后面 再带回到你的Low lunge 吐气的时候 脚膝盖离地 左脚的膝盖离地 然后往前往后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 很大一步往前推 然后吐气的时候 把它放开来 吸气的时候 上半身起来一半 吐气的时候 上半身放开来 垂坠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 一节一节地脊椎打开来 然后往手 往天空带 臀部轻轻地往前推 然后吐气的时候 双手带回到胸口 然后手放开 非常好 再一次 现在换左边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呢 重心往左 右吸往天空带 双手合十带到胸口 吐气的时候 双手往前 右脚掌往前 吸气的时候 再带回来 右脚的脚跟往后面带 然后轻轻地 右脚脚趾头落地 然后膝盖也跟着落地 双手往天空带 吸一口气 然后吐气的时候 让你的右脚往后踢 左手的手掌 左吸 然后呢 右手 上手臂 遮住你的右耳 然后吸气的时候呢 右手继续往前画 顺势带回来的时候呢 右脚的脚跟 再回到后面 然后呢 吐气的时候 让你的膝盖离地 然后轻轻地往前 往后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 一大步 再带回到瑜伽殿前面 然后吐气 放开来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 上半身提起来一半 找一个L型的姿势 然后吐气的时候呢 慢慢地把它放开来 非常好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 再一节一节地打开 双手往外画 肚子轻轻地往前推 上半身往后躺 然后吐气的时候 双手核实带回到你的胸口 非常好 我们再做最后一次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呢 继续这个热量 我们把身体的重心 往右边带 左吸 往天空带 双手核实带到胸口 吐气的时候 全部往前推 吸气的时候 全部再收回来 左脚轻轻地 一点一点地往后伸 然后让你的脚跟落地 吐气 膝盖落地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 双手往天空画 然后呢 再确保我们车头灯 跟膝盖 是同一个角度的方向 我们尽量地 身体往前推 然后这一次 加一点不一样的 吐气的时候呢 我们把肩胛骨往后中间夹 往后面推 然后呢 下面把我们的手肘 往左边右边打开来 感觉我们整个上半身 是往后挤的程度呢 慢慢地把我们胸口 往天空上带上去 非常好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 双手往天空带 左脚踢到后面来 然后吐气的时候 右手手肘 找到我们的右膝 然后呢 左手就是很顺地 往天空带 然后再往右边带下来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 左手完成这一圈 左脚回到后面的正位 吸气的时候 膝盖离地 身体轻轻地往前往后 吐气的时候 一大步再踩回到前面 非常好 吸气 上半身起来一半 找到你的L型 然后吐气的时候 身体再把它放开来 非常好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 一节一节地打开来 双手往外画 往天空 核实之后呢 臀部轻轻地往前 上半身往后躺 肩膀往后躺的感觉 然后吐气的时候 再全部收回到你的胸口 非常好 我们不要停 继续 马上进入我们的左边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呢 重心往左脚踩下 拉去 右边的膝盖带到胸口 双手合十 吐气的时候 全部往前面推开来 吸气的时候 再全部收回到身体的重心 上半身往前 请 然后右脚 脚跟往后 慢慢地让你的脚尖 找到地板上 然后吐气 膝盖落地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呢 双手往天空带 吐气的时候 一样 仙人掌 机器人的手臂呢 我们手掌往外 然后看 把身体上半身 后背的部分 往后挤 往下缩 然后胸口 往天空上 照上去 然后下一次 吸气的时候 双手再带回到上面 右脚 往后踢 吐气的时候呢 左手的手掌 找到你的左膝 然后 右手 轻轻地往天空带 然后 再往左边倒下来 非常好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 右手继续往前 然后 右脚顺势 再带回到我们后面以后呢 吐气 让我们的膝盖 右膝离地 身体轻轻地往前往后 下一次吸气 做准备 吐气的时候呢 再一大步地往前 走到我们的瑜伽垫前面 吸气 上半身起来一半 吐气的时候 就慢慢地把它放开来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呢 一节一节地脊椎 把它打开来 双手挽一挽 然后呢 挽到天花板 双手合十 臀部往前推 然后上半身 肩膀往后躺 然后吐气的时候 带回到正中间 非常好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 双手放开 然后呢 我们再来找到 我们最稳当的站姿 所以车头灯 膝盖 脚踝跟脚趾头 同一个方向 然后呢 就随时感觉我们 身体 左边 右边 前面 后面 其实晃的角度 不一定有一定的方向 可是 不管再怎么晃 不管晃到哪里去 只要我们的大拇指 跟小拇指 是很用力地 钉在地板上的话 我们都有办法 再回到我们 最安全 最稳当的位置 所以呢 在这个Tasana里面 先找到我们的呼吸 再找到我们的正位 最后几次 吸气 鼻子进 吐气的时候 我们嘴巴打开 非常好 然后下一次吸气的时候呢 我们就轻轻地 让自己的臀部 坐到瑜伽垫下面来 然后呢 找到我们躺的位置 我们做几次 桥式 我们上礼拜 有特别提到的桥式 可以锻炼我们 臀部 髋关节的 灵活度跟强度 所以呢 我们今天再来 特别强调一下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 很轻松的 很舒服的 下半身的伸展 非常好 然后 等你找到你的脚指头 手指头 找到你的脚后跟 这样的位置之后呢 我先把 毯子拿开 等你找到 手指头 跟脚后跟的 位置之后呢 吸气 做个准备 提醒自己 是臀部 往后挤 然后车头灯 往天空带 这个方向 然后吐气的时候呢 就把 臀部 往天空 带开来 双手 可以指指交扣 然后肩头 左边右边 往下走 把自己上半身 整个背部 是收起来的 然后前面 这一面呢 是整个打开来的 然后脚后跟 轻轻地往后带 有这个感觉 可以提醒我们自己 大腿后侧 也是要用力的 然后呢 吸气 吐气 五 四 三 二 一 非常好 轻轻地 把它放开来 然后呢 再回到我们自己 最原始的 呼吸频率 跟 深度 慢慢地把 刚刚比较多 动能的 动态的能量呢 把它 一点一点地 释放出来 那如果有流汗的话 大家记得 等一下要先把汗擦了 再出去 不然天气冷 这样容易感冒 然后呢 我们在最后 两次 巧适 当你觉得 差不多的时候呢 再提醒自己 吸气 做准备 臀部用力 吐气的时候呢 屁股肉 往中间夹 往天空推 车头灯 想办法 我推到天花板的感觉 双手合十 然后肩 肩骨 肩膀 左边 右边 走到我们的肩膀底下 然后继续 往天空推 吸气 吐气 吐气 在任何时候呢 我们都可以继续进行 我们的Ujjayi Breath 如果觉得身体 还是不够热的话 然后下一次 吐气的时候呢 我们就轻轻地 把我们的巧适 放开来 非常好 这样子呢 我们就 一直强调的就是 臀部要用力 核心要用力 拉链要把它拉起来 那 这个是一个很值得 一再提醒的 因为有时候 连我自己都会忘记说 动身体的时候 是要靠核心的力量 来支撑我们 整个启动的一个动作 毕竟它是我们的引擎嘛 引擎要动了 我们身体动了 才会是最有效率的 好 最后一次巧试 吸气做准备 然后吐气的时候 然后臀部往天空推 然后一样肩膀肩胛骨走到我们的肩头 走到我们的肩膀底下 然后膝盖直直地往前 脚跟往后 这样就可以收起来 这边要用力 这边也要用力 然后呢 车头灯往天空推 推起来 然后还是要找到你的呼吸 所以呼吸还是要正常 最后五 四 三 二 一 非常好 慢慢地把它放开来 很好 然后下一次吸气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膝盖抱到我们的胸口 然后左边右边 稍微按摩一下我们的下背 然后吐气的时候呢 我们让左脚往前伸直 双手抱住我们 右边大腿的后侧 感觉还是要找到 大腿跟肚子的 碰在一起的感觉之后呢 我们脚后跟往天空 踢踢踢踢踢 那你能踢到什么程度都可以 慢慢慢慢地踢 慢慢地把我们脚伸直 在我们大腿 不离开我们肚子的大前提底下 我们把脚跟伸直 然后可能会有点抖抖抖 那就表示说可能伸得太直了 没有关系我们就膝盖再稍微地弯一点点 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你甚至可以抱着我们的大腿 左边右边好像在刷雨刷一样 在我们的髋关节这里呢 前面这一块找一点灵活度 找一点关节的空间 然后也可以就hold在这里 继续把我们大腿后面这一块伸展出来 那如果你的柔软度允许的话 我们就可以大拇指 和平手势 拖耳朵 抓住我们的大拇指 然后呢帮我们自己把腿往身上带 一样大前提是我们的膝盖 不要离开我们的肚子 然后呢我们就停在这里吸气 吐气 吸气 吐气 然后下一次吸气的时候呢 我们把整只脚往右边打开来 或许在这里的话呢 你就会找到更多的空间 可以让大腿更靠近我们的身体 这样也非常棒 那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 反正我们今天的大前提就是 大腿 不要离开我们的肚子 然后呢 一样可以抱着大腿 就没有问题 然后最后几个呼吸吸气 吐气 你的左手可以放开来 然后整个放平在我们右边 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一点平衡感 然后吐气的时候呢 我们右膝弯起来 如果抱着我们大腿的话呢 就把手夹起来 整个身体顺势地往左边带过去 右手放开 然后往右边伸直 视线带到你的右边的手指头上 现在我们左脚是伸直的 然后右边膝盖是弯起来的 那当然 右膝不会着地的话 没有问题 主要是我们肩膀 要很安稳稳当地躺在这里 吸气 吐气 非常好 最后两个呼吸吸气 吐气 吸气 鼻子近 全身四面八方 360度 扩张开来 然后吐气的时候 感觉从你的肩膀 一路沉淀下来 非常好 第二遍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呢 帮自己再躺回到平躺 然后膝盖一样 左边右边都抱起来 左边右边稍微轻轻地晃动 按摩我们的下背 然后呢 右脚伸直 现在换 拉我们 左边大腿后面这里 那一样 我们抱住大腿的大前提呢 就是想要帮我们找到 还是大腿连着上半身的这一个方向 然后吐气的时候 再想象从脚跟 带这个动作 一点一点地往天空带上去 然后呢 伸多直就伸多直 那不伸不直也完全没有关系 只要你可以感觉到 大腿后面有在伸展开来的感觉的话 这样就是最棒的了 然后呢 一样如果 身体柔软度允许的话 我们一样可以 左手的手指头 拖耳朵 抓住我们的 右脚 左脚的大拇指 然后呢 帮助我们自己 就找到这个位置 可是大前提就是 大腿还是不要离开我们的上半身 然后吸气 吐气 刚刚如果你的 左手是伸开来 帮助自己找平衡的话 那我们现在就是 同样的道理 右手也是伸开来 然后呢 帮我们自己上半身 找到一个平衡 非常好 那有时候我们常常会 右边坐比较 呆的时间比较久 超过我们左边的时间 所以呢 今天我们再 特别注意一下 这一个不平衡 然后呼吸 吸气 待在左边 再待久一点点 这样子呢 我们也可以在 呼吸的频率里面 找到身体的平衡 然后吐气 放开来 非常好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呢 你可以左脚脚跟轻轻地 往左边再打开来 一样如果是 还是抓着我们大腿的话 一样用手肘 或者是手掌 抓住 然后往右边带开来 现在呢 我们就是把左边 髋关节这边的灵活度 前面这一边的角度 再把它打开一点点 一样用我们脚跟的方向 去带直 那伸步直也没有关系 一样只要感觉到 大腿内侧 跟后面 有伸展到 这样就很棒 然后如果刚刚有抓住 我们的大拇指的话 一样可以这样子伸开来 然后右手 还是一样帮助我们找到平衡感 然后眼睛可以轻轻地闭起来 吸气 吐气 吸气 吐气 非常好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 左吸尽量让它弯 然后顺势 带回到正中间的时候呢 就顺势把它降落到右边的地板上 左手 一样往外伸开来 视线带到你的左手的手指 让我们肩膀躺在 左边右边都躺在瑜伽垫上 然后膝盖可以离地 完全没有问题 可是脚掌应该是可以到地板上的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最不稳定的 只有我们的左吸 那就用它当作一个把手的概念 上下晃动 然后增加我们上半身旋转的强度 然后鼻子吸气 视线带到左手的手指 然后吐气 放开来 最后几次吸气的时候呢 就想象那股气 往最紧 最不舒服的地方 把它吹过去 然后吐气的时候 就沉淀回来这一个 因为冲气 又制造出来的一点空间 非常好 那下一次吸气的时候呢 我们就肚子稍微用一点力 帮自己躺回到最中间 然后左吸右吸 我们再抱起来 给自己一个非常大的拥抱 然后肩膀轻轻地离地 然后看下巴 或者是鼻子 或者是额头 有没有机会找到我们的膝盖 然后最后 很紧的一个拥抱 五 四 三 二 一 然后全身把它放松 双腿伸直 双手 左右边打开来 吸气 吐气 那在这个Shuvasana呢 我们再继续躺在这里 大概三十秒钟的时间 那时间到的时候呢 我会轻心地把大家再唤醒 所以呢 不用急着要起来 不过呢 我们就躺在这里 结束今天这堂课 吸气的时候 鼻子静 吐气的时候 慢慢地把它放开来 呼吸气 然后当你觉得 差不多的时候呢 欢迎你就可以 躺在这个Shuvasana里面 结束这一堂课 或者呢 我们可以轻轻地 坐起身来 把身体 慢慢地往左边右边躺过去 躺在我们的侧身 然后手掌弯起来 抵在我们的耳朵底下呢 可以当我们的 稍微暂时的枕头 然后吸气 稍微放松一下 吐气的时候 先让自己身体 慢慢地唤醒 然后下一次 吸气的时候呢 手肘跟手掌 一起用力 把自己上半身推起来 然后吐气的时候 坐回到我们 一开始的坐姿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 双手合十 带到你的胸口 吐气的时候呢 让你的大拇指 找到你的额头 下巴轻轻地往胸口 点 让你的头轻轻地低下来 那谢谢大家 再一次加入我们的书体瑜伽 今天呢 整合了我们十月份 所有学的 尤其特别强调 髋关节的灵活度跟健康 所以呢 希望大家还喜欢 那今天的课呢 我也会马上放到YouTube上面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感想 跟想法 或建议的话 都欢迎在Chatroom 或者是YouTube底下的留言 让我知道 这样子呢 我们就课程可以随时地调整 那谢谢大家 今天又加入这一堂课 Thank you and Namaste